由财经台开始 医药品扎严重心严格的身材 安全性和友好都合格 才会让他入到我们台湾 前提药的借责、运赏和保障 同样要符合世界规定 所以药苗品质无问题 这边入到我们台湾的药苗 总共有做外观、省监督 和独生、定、七行、检验 全部合格后才会让民众输用 最后提醒大家 药苗品质无问题 大家不用烦恼 另外边上时也要注意各人卫生习惯 才能修好另外的健康 操盘战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操盘战将 今天让市场很多人都很意外 很多人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这台股市居然大涨了210点 在这几天的一种新风雪雨 对股市而言 对某些特定股票而言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今天大盘 居然收了一根长红棒 大涨了210点 难道 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马上就去反应了吗 还是说 现在的多头 已经要准备 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了吗 讲了好久了 讲了很久了 我不是每一天都写这一张我的看法写在纸上给大家看 我已经大概有好几个月我没有写了 今天4月15号 对啊 快三个月我没有写了 各位 如果我要再写的时候 如果我还想再写的时候 我想 等到看到18000的时候 我们再写吧 我们再好好跟你聊吧 在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只是一个涨跌互建 没什么太实质利多的时候 台北股市今天的这个210点 这一根长红棒 让很多人很意外 我今天很忙 我今天真的很忙 今天的那只大户有钱人 这批人他们今天也很忙 他在忙 好忙哦 而且我还接到一些电话 特别有一通电话 我非常的在意 我非常的介意 各位 今天大盘 涨了210点 上市涨34家掌停板 上柜涨18家掌停板 各位 你看到上市居然比上柜要来的多 而且郁金光 魁维已久拉到了掌停板 今天钢铁肋骨表现都很强势 不过 3661的四星 还是跌停板 已经四根了 5根了 12345 第5根了 我要跟各位讲 我要再三重生 我想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一定要给你洗脑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未来在6月 或7月8月之前 你能不能够赚到 大钱 我跟你讲 你只要买对股票 你只要买对股票 50% 甚至100%或200% 你都有机会赚到 我这阵子 听到一些 20岁到 30几岁 39 19岁中间的这一批人 这一群年轻人 我认为他们这阵子对台北股市的一个贡献 还有参与的程度 是让我觉得 有点 让我有点吃惊 瞠目结舌 尤其他们的当冲 这阵子当然不是只有年轻人 一些人 一些忠实户的当冲的比率也很高 我真的有点语重心肠想跟那些人说 这个以前我有聊过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啦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样子也可以 如果你们去冲我的股票 我说实在我也不太喜欢太多人去冲我 去当冲我的股票 那个筹码会有点乱 那个成交量会有点不太稳定 我个人来讲我个人是不喜欢 但是我看到这阵子很多人都是 就是一窝蜂的你知道吗 去当冲一些一些股票 那我就想问他们 你们你们你们到底赚了多少钱 我知道这批年轻人 20岁到39岁中间的这段年轻人 你们攻逢其胜 你们没有看过这样的行情 以前你们都只听老一辈的人在讲说12682 哇 过去20多年前的历史 12682 光辉岁月 那个时候一万点的时候还开香槟庆祝 然后我记得新称过年的时候 有些券商还跳加官 请那个财神有没有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当时12682 那个哇 那种盛况 现在 各位啊 你不仅看到了 超过12682 而且你还看到了一万期 这个格局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之大 很多人都想要在台北股市里面来好好的 就是来奋斗 为什么 因为现在要赚人生的钱 我跟你讲 哪一种最快你知道吗 但有时候来从房地产 债券 或是从一些特定的金融商品 但是我跟你讲 20岁到39岁这一群人 他们为了想要在人生当中 能够迅速的累积财富 我跟你讲 他们真的很努力 我也很佩服他们的一些用心 他们的一些付出 也很辛苦 真的 但我所听到的是好像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是四倍公伴 你们到YouTube上去看很多的影片 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特定的管道 比如说网站上的 有一些讨论区 或是YouTube上的影片 或是晚上看财经节目 或是我们的投顾节目 你们都很用心的去找名牌 都找一些股票 来配合你们自己所学到的 所意识到的 所学会的东西 去做一个配合 可是 我的良心建议 你们常常这样做 真的有点四倍公伴 尤其这几天的一些震荡 各位你们 被某些股票黏住了 我很清楚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或者丢脸 不要觉得这样 各位 我跟你讲 你不要 不要犯了那种 以前老一辈的那种 那种失误 该停损的 该壮士断碗的 你要断然处置 不要跟股票谈恋爱 不要跟他长相失守 我们可以谈一个 比如说两个月 三个月的那种恋情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谈一辈子 除非你买的是台积电 除非你是买的是一些 一些比较 全资股 那种大型的全资股 要不然 我们现在上市会有 1800多档的股票 各位啊 这么多档 这么多档 真正少数可以让你抱很久的 可以让你 传子传孙的 没有几档 真的很少 我觉得 我自己这么认为 我作为一个分析师 我的建议是这样 我告诉你 你来台北股市 你是要赚资本利得的 你要赚资本利得 当然我知道现在媒体跟你讲说 我们来做一些殖利率高的股票 殖利率高的股票 可是万一他股价跌下来 你都还没赚到殖利率 结果你赔了价差 你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吗 所以先前那些媒体跟你讲殖利率 我为什么没有跟你讲殖利率 因为我让我殖利率不重要 我赚个20% 30% 50%的 就比那个殖利率要来多了 我为什么要从 殖利率的地方去选股呢 除非你保守 除非你稳健 除非你是上班族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看盘 要不然我跟你讲 我不会从殖利率那边去做个着手 因为我要赚快的 各位 你知道吗 我要赚这种股票 我要赚大的 这样子千斩难逢的行 行情 这么好的机会 天时地利人和 基本面这么棒 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 然后我 我居然只想赚殖利率 3% 5% 6%的那一种钱 我跟你讲 那我真的是头脚拍起来 你知道吗 我当然要赚大的 这是几年来最好赚的一个时机 这是时机财耶 我当然不会错过啊 我一定要赚这一种啊 赚大的 各位 我要赚倍数的 你知道吗 赚倍数的 我要带你去赚这一种钱啊 各位啊 这一种的 大钱 不是那种10% 20%的 那个太小了 那个眼界太小了 那个度量太小了 所以我说 为什么要你跟在 跟在我身边 跟在 跟紧一点 或是来拿我的资料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你不一样的世界 我要给你不一样的宏观格局 不要小鼻子眼小眼睛当冲 冲来冲去冲 冲成仇 你冲到你 你的财富有增加很多 你因为当冲 各位 你去打听一下好了 你去券商打听一下 真正做当冲 能够赚到大钱的 倍数获利的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我跟你讲 我们这些那只大户有钱人 我们才不玩当冲 当冲有什么好玩的 那个赚不到什么大钱的 我们要赚倍数获利的 大户有没有 要赚倍数获利的 大户 也要赚倍数获利的 是不是 大户都要赚倍数 都要赚两倍 一倍 三倍的这一种 我们怎么会做当冲 只做个当冲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吗 不是嘛 我们当然要做波段 大波段操作的 要赚快的 我们要赚的是这一种 所以你看到今天牌面大涨210点 好了 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知道今天有些人会去 看某些股票 因为有些股票跌升了嘛 对不对 我昨天跟你讲洗加换嘛 有的股票在洗 有的股票在换 已经有人在换 有的股票是在洗 好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有两种股票 一种叫做这种的 一种叫做这种的 你要做哪一种 你要赚哪一种的钱 一种是走这种的 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真的是在走这种 我不要指名道姓 我不要点名 有的股票在走这种的 有的股票正要开始走这种的 老师是他吗 是961的天狱吗 今天又再度大涨创新高 还是6150的汉训 6150的汉训 还不如 还不如买这一次 好啦 这个等一下再聊 我先回到这个 你要做哪一个 你要做哪一个 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 这个不要做 这个不要 好不好 这个嘛 我打个三角形 这个要看实力 我说实话 这是高手过招 这个是高手过招 这个要跟人家斗智哦 这个要斗智哦 而且还要斗资金哦 听得懂吗 斗智慧 斗资金 跟谁斗 跟在里面的人斗啊 真的啊 这个 那我是觉得啦 如果是你的话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去买什么 买刚刚开始的 刚刚开始的 刚刚起涨的 或是刚起标的好了 我跟你讲 我觉得啦 你比较适合买这个 现在 你比较适合 你这个不适合 那这个呢 这个要看本事了 看你的实力了 看你的那个进出了 看你那个盘的那个盘感 盘感啊 这个 但我觉得啦 你现在比较适合这个 买这种刚起标的 我跟你讲 真的 你买这种 我的建议啦 你听听看啦 买这种的 好不好 你买这种股票的 这个对你来讲 比较有 比较 比较安全 比较保险 我说实际上 而且这个刚起标的话 如果它的力量 源源不绝而来 经过一番 对不对 人为的加持 我告诉你 像这种股票 就可能从10% 20% 50% 100% 这样子 累加上去 所以现在 现在的你 各位 你的机会就是 现在还有 老师 那这样的话 你的意思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股票 是刚起标的 有 有 这一支 就是这支 新人气标股 最新的人气标股 各位 现在可能 他还没什么人气 你可能觉得他 无名小卒 但是我跟你讲 小卒也会变英雄 冷门也会变热门 不是吗 真的 我的股票常常都变很热门 刚开始是很冷门 大家说这支股票 不会 站不起 然后觉得说 你看 你看 你看我 看我这几支 高端疫苗 对不对 高端疫苗 那个时候也是很冷门的股票 也是很冷门的股票 台康生也是 6589台康生 我跟你讲台康生 你没有发觉 这阵子很多股票 叠的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奇怪 老师 你的股票就是特别飙 你的股票就是很强势 都没有破线破形态 甚至什么 还有股票能够什么 跳空掌停板 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大涨 我只能说没什么 没什么 好不好 没什么 没什么 因为我还有别的 我觉得你看我节目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知道我的个性 你知道我操作股票的习心 我跟你讲 我这阵子 我在操作股票 或者我在我在电视上做的节目的内容 我跟你讲 都有杰作 今天这支股票跳空掌停板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自己去看好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三月营收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消息 情报 真的 会给你 带来一想不到的活力 所以消息情报 你觉得重不重要 我认为很重要 我认为很重要 79.2 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涨停 强标股 这支 涨停板 涨停板 昨天开高走低打下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讲 今天有没有人讲信红柯 他搞不好他告诉你他会在这边买 你觉得看起来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你买在哪里我好好奇 很多分析师常常跟在清俊的屁股后面 我已经习惯了 我不多说什么 真的 我不多说什么 我只想跟各位讲 我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领先什么 领先媒体 领先统业 我最喜欢做那种领先同业的事情 以我为马首是瞻 以我为标杆 为什么很多分析师喜欢讲我的股票 去买我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的股票够强 因为我的股票续衡力很强 不过 我跟你讲 今天这支股票 各位 我不用在那边秀 我的股票很棒很厉害的 不用了 因为我想跟你讲说 来 我刚刚讲过了 现在这三种 我叫你去买这一种 这一种你不要买 那个真的不适合你 那个很危险 这一种 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你了 但是是可以适合一些高手 一些大户有钱人 他们可以这么做 但我觉得你来买这种的 刚起标的 对 就是这个 而且 各位 今天 你听好 你要跟我配合 你要跟我配合 你要跟我合作 我们来策略联盟 你来加盟我 我啦 我们来合作 你要跟我配合一件事情 今天这支股票 为了他会很有人气 为了他会很厉害 为了他会变成市场上 讨论住最高的一档股票 跟我配合 现在拿到低调 你等我公开涨停 然后 你等我公开 你拿到的时候 你明天安安静静的 默默的去买 静悄悄的去买 不要伸张 不要高调 不要跟你亲朋好友讲 你自己去买就好了 你自己去买就好了 你等我 你等我公开 好不好 你等我公开 等到我公开之后 后面的力量 其他市场上的力量 会让你很开心 会让你觉得今天你打电话 竟然拿到这支股票 你会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的影响力 会让这支股票 你常看我节目你都知道 我不多说 大家心照不宣 来 这支股票叫做新人气标股 今天的一通神秘电话 大家都动起来了 而且那支大户有钱人 今天真的很忙 老师 他们接下来要买什么 他们接下来是不是买这一支 你现在做一件事情 花一块钱 打电话进来拿这支股票 各位 我有名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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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 我只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 没办法 这支股票很厉害 天狱跟汉迅赢家 很厉害 我跟你讲 一分钟以内你打电话进来 我没有写在测标 没办法 一分钟 我只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 鉴责有份 一分钟以内 60秒 一分钟以内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各位 如果你想赚这一种的 如果你想赚这一种的 一分钟以内 来电这支股票 新人气标股 送给你进一广告 2021 贵气金牛来报道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网不利 超值专线 02 8512 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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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雅太国际 证券投顾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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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聆临 请搜索关键字 雅太国际 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雅太国际 证券投顾 02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 雅太国际 投顾 028512 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雅太国际 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雅太国际 投顾 陪您 拥抱财富 028512 5858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 像九阳啊 8040的九阳啊 今天掌停板 老师 他是哪一种 啊 亚信 哪一种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 我跟你讲 跟紧更好 就像这只股票 跟紧更好 请你配合 好不好 这只股票拿到 请你跟我配合 等我公开 中间过程 不要乱动作 你等我公开就好了 好不好 你等我公开 要不要跟我配合 各位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想赚这一种的 我跟你讲 你就拿 你就要赚这一种的 好啦 我的主张就是 你要赚这一种的 好不好 这两个已经不太适合你了啦 你要赚这一种的 来拿我这个 来拿我这只股票 一分钟 六十秒以内 打电话进来 新 人气标股 接下来 最新的人气标股 就是他 蓝店 送给你 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 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 因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